梁光玟 曲小王 Hope nation,欢迎你 今天一起加入在我们1430下午2点半 全中文的讲道的主持人 非常开心,今天跟着我们一起交到我们的中间 如果你现在观看你是妈妈的话,我想告诉你 Happy Mother's Day 祝你一个母亲节快乐 辛苦你们,辛苦你们 我希望你enjoy刚刚的这个影片 我刚刚看这个影片的时候觉得好多好可爱好可爱的孩子 但是对每个妈妈来讲 他们看到不是只是可爱的孩子 他们看到这个孩子后面带来的麻烦 所以谢谢你 你知道我们很多可能还没有孩子的 他们看到就好可爱了 妈妈在看这些影片都讲说 嗯,你要不,嗯,要喂她,嗯,要教训她 很多其他东西 所以谢谢所有的母亲们 谢谢你们在你的孩子身上所有的摆上 你知道妈妈真的是 There's nobody like a mother 妈妈真的是无法取代 你知道我的妈妈非常的好笑 她在现在的时候 她有时候常常还会就是莫名其妙 就打个电话给我 然后就跟我说 Peter,我问你 请问你最近有没有在祷告 然后我就查 什么意思 我妈妈就说 你知道身为一位牧者 身为一位牧师 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 妈,我知道我已经是一位牧师 我知道祷告很重要 然后妈妈就说 对,我都有在为你的教会祷告 为你的服事祷告 为你的家庭祷告 为你的生命来祷告 因为你知道吗 虽然我已经是37岁的一个男人了 但是对我妈妈来讲 我还是她的小孩子而已 她永远看我就是她的儿子 所以所有的妈妈们辛苦你们 谢谢你 当你小孩刚出生的时候 到现在可能她已经长大 甚至是已经成家立业 但是你还是不断的 用你的祷告来持守 来保守你的孩子们 所以今天我想要有一个机会 是让我们用祷告来持守着你 让我们用祷告来支持你 让我们可以全部的HOME NATION 一起来祷告 来Bless我们的妈妈们 所以如果你是因为妈妈 你现在观看的话 你可以就闭起你的眼睛 来让我们所有的HOME NATION 的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时刻 来为你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虽然我们这个主持人 没有办法实体的聚集在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相信通过Online 你也是在触摸这些所有妈妈们的心 现在我们来祷告 他们每一个人 他们过去所摆上的这一切 我相信你都看在眼中 我也相信你会greatly reward 奖赏他们所摆上的这一切 我们为我们所有的妈妈们 所付上的牺牲 付上的代价来欣赏感恩 因为我们相信 在每一个他们所付上的代价上面 可能有一千个 一万个是我们看不到的牺牲 但是主 你都看在你的眼里面 你都看得到 你都晓得 所以请你在这个时候 大大的祝福他们 帮助他们 扶持他们 感谢赞美你主 求你恩告他们 也保守我们当中所有的妈妈们 如果他们可能在一个自我控告的里面 或觉得他们自己做得不够好 自己不完全 不完美 或是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秤职的妈妈 亲爱的天父 求你在这个时候就对他们的心来说话 来告诉他们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来告诉他们 他们在你的眼中是怎么样的一位妈妈 求你祝福他们 帮助他们 感谢赞美你主 向祷告奉靠主耶稣基于名求 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Mothers Happy Mother's Day 愿神大大的祝福你 我今天有一个很兴奋的一个消息 要告诉大家 就是过去我们在几个礼拜的里面 我们都一直是用online的方式来组织 因为政府的一些的规定 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这样一个聚会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过去这几个礼拜 我们online的reach 我们去可以触摸到的人 帮助到的人 有大大的成长 在过去这几个礼拜 我们online的成长是成长500倍 500倍 500% 不是500倍 我本来被太夸张了 五倍 500% 就是五倍 OK 5 times we're able to reach 5 times more people than we did before 比我们之前 可以reach人高过五倍 这都是神正在做那美好事 我相信也可能很多 Hope Nation的人 你是过去这几个礼拜 才加入在我们中间的 如果那是你的话 我要在这边 welcome你 加入在我们Hope Nation The Hope的这个大家庭的里面 但是你知道 我非常兴奋 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下个礼拜天 5月17号 我们要回到我们现场 在Omli的主日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It's going to be so good We're going to have such a good time We're going to have such a good time We're going to have such a good time Guess who's back Back again The Hope is back Tell a friend Guess who's back Guess who's back Guess who's back 所以告诉你的朋友 那一个朋友 下个礼拜 一起来到我们现场的主日 10点钟 12点钟 或是下午 现在这个时刻的2点半 是全中文的讲道 Right 所以有三个option可以让 三个时间让你可以来 但是我相信我们有很多 Home Nation的朋友们 你不是住在台北 你可能是住在其他台湾的城市 甚至于是在国外 我们好多从新加坡 马来西亚 从澳洲 美国 北美这些地方 一起在Home Nation的这些的朋友们 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是只是我们觉得 外的一个东西而已 You are part of what God is doing 你是参与在神正在做的事情的里面 所以我想让大家知道 就是当我们下个礼拜 回到现场主日的时候 我们线上还是会继续把它做 越做越好 我们过去好几个礼拜 我们都在讨论 当我们回到现场主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确保 我们的线上主日 做的quality 还是可以去让我们 去reach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有机会 去接触到这个福音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 来到我们现场的话 不用担心 We have a great hope experience for you online 在线上 你也是同样的 可以参加在我们的中间 但是我也必须要告诉你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下个礼拜 回到现场的时候 很多事情我们是重新再去 try 很多线上要重新 try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的小差错 或没有关系 but it doesn't matter 反正family就是 messy 我们就是一起 figure it out OK So it's going to be good I'm so excited OK 如果你是在之前 过去这几个礼拜 才开始看我们online 但是你住在台北的话 下个礼拜 mark it on your calendar 可以来到我们的中间 因为过去好像感觉 我们只是online dating 个几个礼拜了 我们终于要碰面了 终于要跟网友碰面 就算你要 dating online dating 到一阵子 你还是要 meet physically for coffee 还是要接下来 坐下来喝杯咖啡 所以下个礼拜 希望看到大家 OK So it's going to be so good It's going to be good All right And 今天我们要继续 我们的讲道事情 叫做 Bad Bosses 这是我们现在 这次的讲道的系列 Bad Bosses 怎么样让一些 应该有的情绪 我们要怎么fire 这些的bosses 我们要说 You're not the boss of me 过去我们讲到 很多不同的 上个礼拜 Past A.J.讲道的是羞耻 这个礼拜 我们要讲道的是 Loneliness 是孤独 所以我们来看 诗篇第68章第6节 诗篇第68章第6节 这边说 God sets the lonely in families 神使那孤独的 孤单的 有家可居住 或是直接用英文去翻译 是神把那些孤独的 放在一个家的里面 神把那些孤独的 放在一个家的里面 所以今天 我们讲到的主题 是什么 我要你转向你旁边的人 旁边有一个人 我要你把这个主题 唱给旁边那个人 跟你旁边的人 说今天的主题是 This loneliness is killing me I must confess 下个礼拜的主题 I must confess But这个礼拜 My loneliness is killing me 中文是 你也要唱 我 寂寞 寂寞 Wow 我们现场的这些人 都会唱 只有我不会 只有我不会 All right So no matter who you are Where you are right now 我们一起来祷告 相信神要对你的神秘 接下来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来说话 天父们把接下来的时间 交通在你的手中 主这是属于你的时间 我相信接下来 在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之内 虽然是短短的三十分钟 短短的四十分钟 但是你要来使用这个时间 改变一些人的生命 现在他们可能 今天在看的时候 他们是带了一颗 孤独的心来看 但是接下来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之后 他们会对他们的人生 对他的生命 对你有一个重新的看见 帮助他们 因为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 他们的生命 可以变化 可以被翻转 感谢赞美你 我相信你 要来做你能所做的事情 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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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当中 因为疫情的缘故 我知道很多人 被迫要留在家里面 所以很多人 因为要留在家里面 觉得非常困难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 很难安住在家里面 就很难搭在家里面 一定要往外跑的一些的人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观看 你是一位内向的人的话 而你生命中有一些外向的朋友 我要你在这个聚会结束之后 马上打个电话 给你那些外向的朋友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这几个礼拜 你外向的朋友 他们过得非常的惨 他们很想要在外面跑 很想要跟大家去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call them out because they're not doing okay 但是你知道 我在最近 我在跟一个人在聊天 他就跟我讲 我们在聊我们的 大家不同人的 个性的personality 他就跟我说 他发现到 他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我说什么意思 你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 超级内向的人 他说我发现 我是一个外向型内向人 I am an extroverted introvert 我说还有这种事情 外向型的内向人 他说有 也有一种所谓叫做 内向型的外向人 我说你在说什么 所以最后他解释之后 我大概了解他的意思就是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但是我还是喜欢跟人在一起 你知道不管我们每一个人是谁 我们感觉我们是内向的 或是外向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人 我们都需要跟人 有一些真正的一些的连结 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 一个内向的人说 你知道我这一辈子 都不想结婚 因为我是个内向的人 你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的原因不想结婚 但是这大概不是因为 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我也没有听过一个内向的人说 你知道我希望我生日的时候 没有人跟我 say happy birthday 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 不过我们是多么的内向 我们还是希望 有这个human connection 外向人也是一样 我也没有听过 任何的外向人说 我只想有很多的朋友就好了 但是我不需要有任何人 真正的了解我 我只想有很多的朋友就好 但是我不要有一些真心的麻吉 我不要有一些真心的好友 麻吉是可以这样说吗 他们这群年轻人 他们觉得说我的麻吉 对不起 麻吉 我只要有一群朋友就好 但是我不要有真心的一些 真心的闺蜜在我的生命中 所以不管我们是谁 我们都需要人 我们都需要人 但是刚刚我们读的诗篇里面 他在讲说 当一个人是lonely的时候 一个人是孤单的时候 神要带出来的solution 神要给我们的解答 不是只是人而已 这边没有说 神把那些孤单的人 放在人群的中间 但是圣经这边是告诉我们 神把那些孤单的人 放在什么 家的里面 He places the lonely not among people not among people but in families 神对loneliness的解决方式 就是把我们放在家的里面 把我们放在家的里面 因为我们的孤单 里面的孤单 不是因为没有人 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我们的生命而造成的 我们里面会感到孤单 不是因为没有人 我们里面会孤单 是因为我们没有connection 没有连结 没有跟人有真实的一些的连结 因为人 因为人不会解决你的loneliness 只有家才可以解决你的loneliness 就当我们进到家的关系里面的时候 我们里面那个孤单 才会真正的被解决 我知道你可能有很多的朋友 我也知道你可能脸书上朋友超多 我知道脸书上 你知道有人知道脸书的上限只有5000 你可以有5000个好友 所以可能已经在4999了 right 我知道有些人你是一个 Mr. Popular, Mrs. Popular 我知道有些人你的IG上面 有超级多的followers 或是你每次TikTok的video 放上去就有超多人去看 然后去传 我知道我们很多人 可能都感觉有很多的朋友 但是我今天要问你 我们有多少人 是真正有家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真正是在一个家的一个里面 在家的里面跟人有真实的连结 你知道Hope Nation就是一个家 Hope Nation is a family 我们在过去这个礼拜 我们举办了Hope Week Hope Week就是我们会每一季 我们会召去我们教会 Hope Nation的人一起去服事 我们的城市一些机构 但是最近因为疫情的缘故 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去到那里 所以我们就改变是做一些Care Package 那个关怀的包裹送给他们 所以过去这个礼拜 有很多我们Hope Nation的人 包含你在内 来到了我们的office 跟着我们去打包这些的 这些的Hope Week的Care Package 来送给这些的机构 那我们送也去帮我们 把Deliver到这些机构当中 在过去这个礼拜 我看到好多家的见证 我看到好多人 他们来到我们中间 是因为他们把这边 当作是他的家 我这个礼拜遇到一个人 一个姐妹 她叫做Jenny Jenny才受洗不是很久 她是三月才开始 看我们的线上主持 但是她这个礼拜 来到我们中间 她就跟我说 她从来没有参加过 我们实体的主持 她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教会 她只是从三月开始 每个礼拜就看我们线上的直播 但是她一听到 Your Hope Nation Your Hope Week 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她心里就想 我要参与在这个中间 因为Hope Nation 不是我们观看的一个东西 Hope Nation 是我们参与在其中的一件事情 And so she came to the office 她就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有一个机会来交流 但这个礼拜 我有听到另外一个见证 是一个叫做 宇凡的一位姐妹 宇凡的这位 This girl She's from 台中 她住在台中 但是她因为Hope 愿意坐车来到台北 一起参加在Hope Week的里面 但是不止这样 让她知道还有Belong 我们每个月都会半价Belong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加入在我们中间 这样一个party的时候 她礼拜又要再一次的 再跑来到我们的中间 参与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Hope Nation的每一份子 在观看每一个人 我要你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You have a family 你有一个家庭 这就是你的家庭 We were all born into a blood family 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就有个原生家庭 但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的 进到一个树林的家庭的里面 We're born again into a spiritual family And so Hope Nation 就是你的家 You have a family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讲到的是 一个属神的一个人 A mighty man of God 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Eliah Elijah Eliah是一个被神 大大恩高的一个人 他有很大的恩高 很大的gifting 很大的恩赐在他的生命中 他的生命中也充满着 对神的那种火热 他在当时是服侍在 以色列的一位先知 你知道当时在以色列里面 有一个很evil 很邪的一个王 叫做Aham 跟他的太太 叫做耶西别 他们这个王跟这位皇后 他们带领整个以色列 去拜假神 去拜巴尔这位假神 所以Eliah在那时候 因为他对神活了 他看到这些 他觉得我受够了 我要来一次 来个大决战 来看谁的神 才是真正的神 所以他就跟巴尼的先知说 你叫你的神 从天上降火下来 我叫耶和华 也从天上降火下来 看谁的神回应 我们就知道 那是位真正的神 当他们这个大决战之后 Eliah大胜 Eliah战胜 神真的让火 从天上降了下来 当降下来之后 Eliah那时候本来还以为 所有全国的人 包含亚哈 跟他的太太 耶喜别 会悔改 但是接下来发生 不是这个样子 亚哈没有悔改 反而 当Eliah去看到 因为他之前 做了这件事情 火焦下来的时候 他把这个照片照下来 放在Instagram的上面 IG上面 结果他去看 他的Instagram的时候 发现到 Instagram上面有一个 来自于耶喜别的留言 他读的这个留言 上面写 I'm going to kill you 说我要杀你 所以当Eliah 看到这个留言之后 看到耶喜别 跟他讲的这句话之后 他心里就害怕 他就跑走 所以这边 我们要来 接下来看现在的故事 接下来这个故事 我可以pick up the story 所以在《猎王记》上 第十九章 第八到第十一节 《猎王记》上 第十九章 第八到第十一节 这边说 Eliah他走了四十周夜 直到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他到那里 进了一个洞 He went into a cave 他进了这个洞里面 在洞里面过夜 耶和华的话 就领导他说 Eliah 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说 我为耶和华 万军的神 大发热心 I was passionate for God 因为以色列人 背弃了你的约 你看这群人 他们都不愿意跟随你 他们离弃了你 拆毁了你的祭坛 用刀杀死你的众先知 然后他就说 只剩下我一个人 I am the only one left 只剩下我一个人 可以跟我想象 这个画面是多么的伤心 多么的悲惨 Eliah 他走进了一个山洞的里面 一个黑暗的一个山洞里面 躲在那里面 He's in the cave He's hiding in the cave 他心里面觉得说 我是多么的孤单 没有任何一个人 愿意服侍耶尔华 没有任何一个人 愿意把他的心 全部交给神 所以我看了所有人 我朋友的Facebook 没有一个人 在讲神的事情 每个人都只 po他们自己的生命 没有人想要分享 任何的经文 没有人在做 任何属神的事情 And he feels all alone 他说在我生日的时候 没有人来参加 我的生日party Eliah 一个人 坐在山洞的里面 有一首歌 叫做 祝我生日快乐 他们听过 一个人坐在宝箱里面 手机 让他 什么 休息一夜 因为耶席别 有很多的简讯 你不想看 男 想切割 切掉回忆的画面 眼泪不能流过 十二点 主日快乐 我对自己说 蜡烛点了 寂寞亮了 你可以想象 蜡烛点了 寂寞亮了 就是Eliah 一个人坐在山洞里面 播的这首歌 蜡烛点了 寂寞亮了 And he's complaining to God 他说 神啊 I feel so alone 只剩下我一个人 But can we be honest a little bit 我们可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诚实地 呈那一件事情 就是 有的时候 一个人 其实还蛮不错 有的时候 一个人 其实还过得蛮爽的 对不对 为什么 Because sometimes people suck 因为有时候 人真的是很讨厌 有时候 如果你不相信 你去回想 你过去这几年 去你过年回家的 那些的画面 Right Sometimes even family suck Right Even family 有时候跟家人 在一起 你的妈妈问你 为什么还没有 结婚 你的uncle问你 你的薪水 多少 Right 你的niece 你的nephew 你的子女 跟你要红包 你在想说 我什么时候 开始要给红包 我都不知道 You know Sometimes family can be complicated Sometimes it's good to be alone 所以 只剩下我一个人 I'm the only one left And sometimes I feel pretty good 有时候 那个感觉 蛮不错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 只有一个人的话 你永远 都是可以成为 对的那一个人 You can always be right You can always be right 你不用跟任何人 有任何的argument 因为你的观点 就是正确的观点 没有人会去跟你 argue你的观点 我们应该没有 任何一个人 你自己一个人 还在跟你自己 argue你的观点 对不对 No you're wrong No you're wrong Right 如果你有的话 可以现在在留言上面 跟我们写 你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我们的 我们的团队们 会跟你联络 We want to help you out 我们会帮你 对我们会帮你 做释放祷告 OK Right 我们如果一个人的话 You can always be right And what else is good about being alone I know If you are always alone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你可以做所有 你想要做的事情 Do whatever you want 不管人家想的是什么 不用在乎人家 要做什么 你只需要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有没有跟你的朋友 一起去看电影过 跟一群朋友去看电影 第一个 你可能都没有办法 agree 你要看什么电影 对不对 当你选了 要看电影之后 你也不能agree 你要做什么位置 有一次 我跟我的朋友 Right 去看电影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因为想要订好一点位置 所以他以前 他之前就已经上线 去到线上去订购了这个位置 他说 我订到全部theater 全部戏院里面 最好的位置 我心想 score Nice Thank you What a good friend 当我们到了现场之后 走进那个戏院里面 我就看到他带着我 一直往最后的一排走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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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最后一排的角落 坐在那里 我就问我的朋友说 你不是说你有线上去订 最好的位置吗 他说 对呀 这就是最好的位置 他说 你不觉得坐在这边很棒吗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 我说 我是来看电影的 我不是要来看人的头 I don't need all these people I don't want to sit in the middle 我想坐在中间 OK 的位置 Right And then我心里想说 Man what is wrong with this person 怎么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当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 怎么会有人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有这些的烦恼 You always right You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你也不需要去分享你任何的东西 所有什么好的东西 所有什么属于你的东西 你就留着自己用就好 你没有任何的人 需要去跟他分享 如果你今天跟神没有关系的话 你不认识神的话 你也不需要把你的食衣 带到神的面前来 你所赚的每一份每一毛钱 留着自己花 自己用 自己过得开心就好 因为你没有跟神 有这样的一个relationship 没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 一个人 其实还蛮不错的 In fact 这句 那个词 Lonely Lonely这个词 在西班牙文是Yakit Yakit这个词 在我们刚刚读的诗篇里面 用到这个词 Yakit这个Lonely 另外一个翻译 是 The only child 独生子 或是独生女 And we have to admit 有时候当独生子 跟独生女 是独目的好 因为你不需要跟人家 分享任何东西 不需要跟人家吵 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你的 So sometimes It's good to be alone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会选择 进到那个山洞的里面 我们进去到这个山洞里面 是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山洞 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 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觉得这个山洞 我们可能因为过去 We've been hurt by other people 我们过去因为跟别人在一起 我们受到伤害 我们跟别人在一起 我们有些的disappointment 有些的失落 所以我们选择进去到山洞里面 Because we tell ourselves Wow, people suck People suck I mean, family sucks It sucks to be in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eople 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要忍一肚子的气 所以我们选择 进去到一个山洞里面 把自己藏起来 但是问题就在 有的时候 当我们在一个山洞 久了 而你也不知道 中间是什么时候 发生这件事情 但有时候 你自己愿意选择 进到一个山洞 是你自己愿意要进去的 但在里面久了 你发现到 你后来出不来 你自愿走进去 但是你没有办法 按照自己的能力 走出来 你自愿走进去 因为你想要 躲一些的东西 But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你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开始 You weren't just alone You became lonely 你不是只是独处了 你开始成为一个 孤单的人 因为这个可以 到最后 可能成为 我们的prison 我们那个监狱 See the price that you pay for having everything go your way It's your connection with other people 如果你希望 每件事都按照你的旨意 按照你的方式的话 你要付上代价 就是你跟其他人的关系 唯独你跟其他人 断绝所有的关系 你才有办法 让每件事都按照你的本意 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So sometimes we forget that even though people suck People are exactly what we need 人是我们所需要 人们是我们所需要的 因为当你是一个人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 是你没有办法做的 当你是一个人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分享 任何的喜悦 你知道为什么 伊利亚 当她看到神 从天上降下火 当她做了这个祷告 在众人的面前 做了这么大的一个 神迹奇事的时候 行了这么大的一个 伟大的神迹奇事的时候 为什么接下来 她可以这么快乐的 就进到一个山洞里面 感觉到自己想死 你知道为什么伊利亚 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因为当伊利亚 看到火降下来的时候 看到这么伟大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她没有一个人 可以跟她high five 没有一个人跟她说 man that was amazing good job 她没有一个人 去分享她的喜悦 一个喜悦 如果没有办法被分享 那还叫做喜悦吗 if you cannot show joy with somebody then it's not really joy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在你的工作里面 被升迁了 而且是你一直 梦冥以求的一个位置 但是当你升迁进去之后 你没有一个朋友 可以跟你celebrate 你没有一个朋友 可以约出来吃个大餐 来celebrate一下 这是多么 lonely的一件事情 这在我家的里面 常常我们会找到 在家里面 我的家里面 常常会找到一些 half eaten cookies and cake 吃了一半的饼干跟蛋糕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家 会有很多 吃了一半的饼干跟蛋糕 就是因为常常 我的太太Peggy 她有时候别人 送她一个小饼干 或是送她一个蛋糕 送她一个甜点 她会在她的工作里面 吃了一半之后 她会说 哇 这好好吃 我一定要带回家 分享给Peter 所以有时候打开冰箱 就看到 吃了一半的蛋糕 吃了一半的饼干 我就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好吃的 一个东西 非常好吃的一个饼干 Why 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 都有一个好东西 要跟好朋友分享 的一个感动 在我们里面 We want to share joy with other people 那同样的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你不仅没有办法 去share你的joy share你的喜乐 你也没有办法 去share你的satness 你没有办法 去分享你里面的破碎 你里面的挣扎 但是当我们 可以跟人真实 去分享这些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 跟他们连结在一起 我们才有办法 跟他们连结在一起 所以以利亚 他是一个当时 以色列里面 救援里面 最伟大的一个先知 He was the greatest prophet 没有人可以 像他这个样子 在他 站在他之前 没有人可以 把火降下来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佩服你 但是 Not a lot of people can do this Elisha did it Elisha 是这样的一个prophet Anointed by God 被神大大的恩高 带着大大的恩高 是爱神的一个人 火热神的一个人 但是同样的 在他的里面 有个非常非常深的 一个孤独感 所以他说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跟神compan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就跟神说 神啊 I want you to take my life 这是在第四节 你可以去看 他说 Take my life Just take my life 把我的生命夺去吧 他说 I am no better than my ancestors 我跟我的列祖 没有什么差别 我的列祖 跟我是一样的 我的列祖 他们已经死了 他们已经没有未来 我也感觉到 我是没有未来的一个人 Elisha 虽然她有这么多的 success 但是她看不到 她的未来 He couldn't see his future 她看不到她未来 为什么 因为人 因为神 是用人 来写你的未来 God writes your future with the people around you 神是透过 在你旁边 人 这些的生命 这些的连结 来写出 你的未来 所以当你失去 跟人的connection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 看到你自己的未来 为什么会有人 想要结束他们生命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 里面有个孤单 不是只是因为 他们伤心而已 而是因为伤心 却没有人了解 伤心 却没有人知道 伤心 却没有人关心 It's not just 伤心 People are 伤心 all the time People are sad all the time Right 神 是透过人 去写你的未来 Elisha 有这么大的 棒的服饰 但她的服饰 有个问题 就是她的服饰 里面 只有她一个人 而已 But ministry 那你有个伟大的事 有个伟大的这些事情 你可能对神 想做伟大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这一切 你可以拥有这一切 但是里面 如果没有真的跟人 有一个深的一个连结的话 你很快的会失去 你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 今天早上 我们在rally 我们team在带rally的时候 Paxton Asher 跟我们好多的同工 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东西 他说 我们虽然看到这么多的数字 一直在上升 看到越来越多了 在刚刚看我们的东西 但是他说 神提醒他一件事情 就是这不是只是数字而已 这是人的生命 是人的生命被改变 每一个数字后面 都是一个名字 我们要看的 不是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Because一个 ministry 一个时光 你的生命也是一样 当我们 lose sight of the why lose sight of the people we lose sight of the why 当我们没有办法 看见到人的话 我就失去我们生命中 为什么 因为你生命中的为什么 是跟人有关系的 神把你放在这个世上 是让你可以去爱人 神把你放在这个世上 是让你可以跟人连接 神把你放在这个世上 是可以在一个家的里面 this is the why of your life 我们用我们的身份 去服侍其他的人 所以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why 我们的why 跟人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it has to do with people has to do with people so what happened next then 伊利亚她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神给她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在诗篇第六十八章第六节 刚刚有说什么 God says the lonely and family 神把那孤独人放在家的里面 但伊利亚说 我是唯一剩下的一个人 I'm the only one left I'm the only one left 用了那个字 only one 在希伯兰文里面 跟lonely是同一个字 yakit 所以神说 我把这个only one left 我把这孤独的人 放在家的里面 He places these lonely people and families 所以看 神接下来叫伊利亚 去做什么事情 第十九章第十五节 神就告诉伊利亚 耶和华对她说 你离去吧 从你的路 回到 大马寺的旷野去 我要你回到 人群的中间 你到那里 你回到那里 我要你去找三个人 第一个 我要你去找一个 Hazel的一个人 一个人的名字叫Hazel Hazel 我要你 annoy him as king of Aram 我要你恩告他 为养养的王 接下来我要你去找 耶和这个人 我要你恩告他 为以色列的王 但是更重要的 我要你去找一个人 他的名字是 伊利沙 当你找到伊利沙的时候 我要你恩告他 因为他会 接续你做先知 He's going to take over in the ministry but this is this is a little bit awkward 这当伊利亚听到这句话 他对他讲 可能有点的矛盾 因为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才说 伊利亚跟神的祷告是什么 他跟神的complain是什么 他说神啊 只剩下 我 一个人 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 神说 wai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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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人叫做 伊利沙 他说no you're not alone 你不是一个人而已 you're not actually alone 还有一个人叫做 伊利沙 我要你去找伊利沙这个 in fact 神跟伊利亚说 guess what 不仅只剩 不是只有伊利沙 我还要保留 七千个 这是第十八节 七千个人在以色列里面 他们是曾经 未曾向巴黎 屈膝 跪下的 也未曾跟巴黎 亲过嘴的 的意思就是 还有七千个其他 像你一样 对我火热的一群人 you have 7000 other friends but 伊利亚 却不知道 你知道如果伊利亚 当时只要开一个 Facebook account OK create a Facebook group 叫做耶和华的先知 OK 大概他就可以找到 至少 七百 七千个找不到 至少可以找到一百个 right 七千个out there 但是他一个都没有看到 七千个在那边 但是他一个都觉得没有 如果他那时候 只是hashtag search一下 Hope Nation 每一个人说 Hope Nation 就跟他DM一下 他就可以认识到一些的朋友 但是七千个里面 他一个都 本来一个都看不到 为什么 为什么 Because you always find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You will always find you're looking for 你要找到的是什么 你就会找到什么 你要找到的是什么 你就会找到什么 所以如果你觉得 这个世界是一个 孤单冷漠的世界 那你就是对的 你就会找到 这是一个 孤单冷漠的一个世界 如果这是你对这世界的看法 你对这世界的认知的话 This is exactly what you will find 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中 你都会觉得 他都是不喜欢你 每一个人在你生命中 你都会觉得 他就是不爱你 每一个人在你生命中 你都会觉得 他不是你真正的朋友 每一个人在你生命中 因为这就是你的认识 这是你告诉你自己的一个故事 以利亚有七千个其他的先知 但是他里面的感受还是 我只剩一个人 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人了解我在想什么 没有人真正了解我的心 但是同样的 Again You will always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你会找到你所要找到的 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 是一个温暖的世界 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 充满了一群爱你的人 如果你相信神在这个世界 预备了你的家人 你就会找到这群人 你就会用透过这个眼光 去interpret这所有其他的事情 You will always find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如果你说我没有办法信任人 then you're right 你就是对的 如果你觉得你一辈子就要孤单 then you're right 如果你觉得你是可以 跟人是真正有连结 可以在家里面的话 You are right 你就是对的 You will always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So let me ask you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你相信的是什么? 你相信这个世界是什么? 你相信教会是什么? 你相信神的家是什么? 你相信的你就会去找到 所以神就叫以利亚去找以利沙 他跟以利亚说 以利沙接下来会成为 成为你的 successor 要接棒的那一位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不管以利亚去到哪里 以利沙就会跟着她 为什么? 因为神要以利亚 用她的生命来带领 这位比较年轻的这位先知 He wants He wants Elisha to invest into Elisha's future 记不记得 以利亚本来是 看不到她自己的未来 为什么以利亚 看不到她自己的未来? 因为她只看到她自己 为什么她找不到 七千个人? 因为她只在看她自己 你只看着你自己的缺乏 你只看着你自己的孤单 你就永远看不到 其他七千的人 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的未来 因为你定金在你身上 所以神说 以利亚我要让你知道 你的未来不是定金在你自己的身上 当你去看到以利沙的时候 你看到其他人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什么? 你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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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et to see your future 所以以利沙的未来 就是你的未来 我要你跟以利沙去建立这个关系 我要你去帮助她 Invest在以利亚 以利沙的生命的里面 Invest into his life Because he is your future 他就是你的未来 所以他就带着他 帮助他 Speak into his life 为什么本来利亚是这么的 Lonely 因为他在每一个人的关系里面 他本来只是看 我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得到什么 如果你在关系里面 你只是看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的话 你永远都会非常的失望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包含你的妻子 包含你的丈夫 包含你的孩子 包含你的牧者 包含我 as your pastor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照着你的期待 去符合你所有的要求跟需要 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relationship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我想要得到什么的话 then we will always be lonely 我们永远都会觉得没有人了解我 没有人真正的爱我 但是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可以invest 可以pour our life 把我们生命倾导出来 我们可以投资他们生命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人 所以如果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里面感到孤单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不是去寻找一个朋友 我们是成为一位朋友 如果你生命中是孤单的话 我们要去寻找不是朋友 而是寻找方式让我们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朋友 如果你自己是孤单的话 我想鼓励你去找一个比你更孤单的人 成为他的朋友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我常常在我的女儿Elly去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问我女儿Elly一件事情 我会问Elly Who are you going to be a friend to today? 我以前会问谁是你的朋友 后来我觉得那是不好的一个问题 谁是你朋友 谁是你朋友 她每次在那边还这个 因为她可以给我什么 因为她可以给我什么 我想说 这样会 从小就教导我孩子出我的观念 她是你朋友 因为她给你什么 No 所以我就问Elly Elly 你今天要成为谁的朋友 你今天要祝福谁 所以我就跟Elly说 你去学校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她穿了一件很可爱的上衣 你就跟她说 我觉得你的上衣好可爱 Begin to speak life to somebody else 成为别人那个祝福 我之前有一次机会 我跟一群的学生 跟他们分享 领袖 怎么成为一个好的领袖 我就跟他们分享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我说 什么叫做一个好的领袖 How do you be a great leader? 一个great leader is not about them 一个great leader 唯一的定义就是 他可以带出好的团队 如果你有好的团队 你就是一个好的领袖 你不可能是一个好的领袖 但没有一个好的团队 And so leader 不要把focus放在你自己的身上 Leader 我们要把我们focus放在什么? 建立我周遭人的身上 如果我去建立他们的生命 我去帮助到他们 他们可以长大成熟 他们可以去成天神 要给他们做的事 他们成为一个好的团队 Guess what? 你就是一位好的领袖 不是因为你完美 不是因为你特别有恩高 不是因为你特别有才华 是因为你去建立其他人的生命 How do you gain a friend? By becoming a friend When you become a friend You gain a friend 当你成为朋友的时候 别人的朋友的时候 你就得着了一位朋友 所以以利沙 以利亚就成为以利沙的朋友 Year after year 接下来 不断以利亚去到哪里 她都带着以利沙一起去 不断以利亚去到哪里 以利沙就跟在她的旁边 她接下来花了 不是一年 不是两年 不是三年 总共花了七年 带着以利沙 帮助她 但是当七年过后 以利亚知道 神准备要把她带回天家的时候 以利亚里面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她就跟以利沙 讲了一句话 在《猎王记》下 第二章第九节到十节 这边说他们过去以后 when they had crossed 他们过去的是什么 他们过去约旦河 约旦河是一个 a place of transition 一个转换的一个地方 我们之前在讲那个 stewership win的时候 前途无量的时候 我们一直讲到约旦河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的人生会来到一个约旦河 我们会有一个转化 我相信这个约旦河 是转化我们的心思 转化我们的意念 转化我们过去所追求的 转化我们这些东西 because when这个有些东西 转化之后 你的未来就会不一样 and so 他们过去的这个约旦河之后 when they had crossed over 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什么 在我还没有被接离开你以前 她问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在今天的讲道 没有 没有三个大标题 我常常讲到都有三个大标题 今天早上 突然间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main sermon的point 我说 I thought about it I said 如果有一个point的话 就是这个 如果你今天记得一件事情 我就记得这句话 我可以 我可以 为你 做什么 你知道 怎么样子从你自己 生命中的loneliness的 孤单里面跳出来吗 当你学习 去问 这个问题 当你学习 看到旁边的人 去问你旁边的人 我可以 为你做什么 when you begin to serve you will never be lonely when you begin to see the needs of others you will never be lonely 所以Elyah 她要被带离开之前 她就问 Elysa 有什么事情 是我可以为你做的吗 because he's learned how to be a friend now 她想知道 什么叫做 当一位朋友 什么叫做 当一位朋友 所以Elysa的回答 非常特别 El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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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a young punk 他是一个年轻的 一位先知 充满着火热 他想要成就 Elysa的double 他想要做 比Elysa更厉害 所以他的回答 就是 Let me inherit a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这样 求你的灵 可以double 双倍的灵 到我的身上 I want a double portion Whatever you have Elysa Give me more 他要的是more 他要的是更多 这不是因为他不好 只是因为他里面 有个活着的心 他爱神 他想要完成 那伟大的事情 他想要做 这一切的事 当Elysa 看到Elysa的时候 Elysa 看了她 我觉得她里面 可能笑了一下 她心里想 Man You remind me of somebody 你让我想到一个人 你让我想到年轻的我 所以她跟Elysa Elysa说 You have asked a difficult thing 你所求的是一件难事 Elysa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 anointing 所需要付上的代价 是什么 你不知道 追随神 你不知道 跟随神 你不知道 会有一个洞 是你想要躲进去 而会卡在里面 出不来 你不知道 你可能会中间 想要放弃 你也不知道 在这个路途中 你可能都想要 解决你自己的生命 You don't know these things It's a difficult thing that you're asking 你问的是一个难的事情 所以Elysa 就跟她回了一句话 她说 不过 如果我被接离开你的时候 如果 你看见我 你就会得到 If you can see me If you can see me You will have it 如果你看到 就是属于你的 If you can see me If you can see 如果你可以看到 If you can see If you can see 如果你可以看到 其他的人 如果你可以看到 其他人的需要 如果你可以看到 神在你生命中 摆在其他人 如果你不是只是 看在你自己的身上 如果你不是只 专注你自己的未来 如果你可以看到 别人跟他们的需要 如果你可以看到 别人的未来的话 这 就会是属于你的 我就会把这个给你 This is the condition Can you stick by my side He's going to teach him Elysa It's not just about the anointing It's about loyalty 重点不是只是在 恩膏 而是 你师父 是那个 你是否有一个中心的心 你是否有一个 看到别人的心 If you see me If you see me Into me you see Into me you see 如果你可以看透我 你可以看懂我 你可以晓得我 That's called intimacy It's called intimacy 讲到的就是那个 那个亲密的感 Intimacy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的 虽然我们可以躲在山洞里面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需要这个intimacy 虽然我们躲在山洞里面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intimacy Pasadena 我曾经说 Intimacy 就是 Into me you see Intimacy 就是你可以看得透我 你可以晓得我 我问他说 你晓不晓得我 你有没有办法看得到我 Can you see me Can you see me 如果你看得到的话 这就是属于你的 如果你可以看的话 我就把这个给你 I wonder 我在想我们生命中 有没有一些的事情 是神本来就想要给我们 是神准备好要给我们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看到其他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 去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们没有办法 真实地打开我们的生命 也让别人看得到我们 Into me you see If you see me 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别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 让别人看到我们 所以我们一直活在一个 Loneliness的里面 我们一直活在一个 孤单的里面 而这个孤单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 神所要赐给我们的 So if you can see me It is you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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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我们需要学习 看到人家人的时候 现在是我们要学习 跟人联解的时候 现在也是我们要学习 打开我们的心 让人家可以看得透我们 不要再躲在你自己的山洞里面 在黑暗的里面 你看不到人 在黑暗的里面 你也没有办法在人家 看得到你 你躲在山洞里面 因为你觉得这是你安全的地方 但是当你躲在 这山洞里面的时候 慢慢的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山洞成为你的 成为你的监狱 虽然是你自愿走进去 但你发现到你没有办法走得出来 今天神在告诉你 打开你的生命 打开你的心 再一次地去看到人家 再一次地让人家来看到你 所以今天我想要带你做一个祷告 我想要祷告神 今天可以打开你的心 天佛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为我们所有 Home Nation每一个人 现在在观看的每一个人来祷告 我们感谢在美你 为每一个人所欣赏 感谢你在这个Home Nation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人 有些人 已经跟着你许多年 三十年四十年 有很多的长辈 他们是一辈子这样子跟随着你 爱着你 也有一些人是年轻的 他们才开始认识你 甚至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你 他们只是一起看讲道 但是还没有真正接受你 进到他们的生命中 那不管是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Home Nation的一家人 我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 去看到别人的需要 让我们可以学习 去看到人家的生命中需要是什么 让我们可以invest在人的 relationship里面 让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跟他们要 因为一个家庭不是说 我们要去要什么 我今天在我的家里面 不是要跟我的太太 跟我的女儿要什么 而是成为一位先生 成为一位爸爸 成为一位儿子 成为一位哥哥 今天我们在家庭的里面 帮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 and I know 当我们去看到别人 需要回应这些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慢慢的 从我们自己的 寂寞的里面走出来 再次跟人连接 我为我们所有的朋友 现在感恩 谢谢你 现在你来 服事他们 现在你来帮助他们 打开他们的心 打开他们的心 Into me you see Into me you see Into me you see It will be yours If you can see It will be yours 我要问我们当中 如果有些的朋友们 你还没有打开你的心 来接受主耶稣 进到你生命中的话 现在你有个机会 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有个机会 可以打开你的生命 邀请耶稣基督 进到你的里面 如果你愿意 做这样的祷告的话 等一下我祷告的时候 我会邀请你 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 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 我相信神 就要走进你的生命中 你就可以开始跟神连接 当你跟神开始连接的时候 你也可以开始 发现你可以跟神的家 来连接 所以我想当你做 这样的一个祷告 我祷告一句 你就跟我祷告一句 你也可以填写 你的information在这个link 现在我们的这个link 把它填写在这个上面 Follow这个link 那我们可以有办法 跟你连接 所以不要只是做这个祷告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连接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邀请耶稣基督 进到你的生命中 我们一起来说 亲爱的天父 我谢谢你 拆拍了主耶稣基督 进到我的生命中 我打开我的生命 我打开我的心 接受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生命的主 还有我的救主 谢谢你 耶稣 三天之后 你复活 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今天 当我接受你 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因为你洗尽我的罪 给我一个未来 我这样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恭喜你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 你就是在神的家里面的一份子 我们想要鼓励你 可以在这个连接 天心的资料 让我们有能够跟你联络 可以把更多的资料给你 让你知道你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会继续我们的 Bad Bosses这个系列的讲道 但是下个礼拜 特别是我们要回到 我们现场的组织 所以下个礼拜 如果你是在台北的话 我想要你一起来 加入在我们中间 We're going to have a great time together 我好期待看到大家 期待在下个礼拜看到你 谢谢你收看The Hope的频道 先别急着离开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就不会错过 所有的精彩讲道和影片 也欢迎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在每一次 我们上传影片的时候 都收到通知 请点一下下方铃铛的图示部分 开启通知 同时如果你想要一起加入服饰 建议这个家 点选萤幕上Serve Now 让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认识耶稣 再次感谢你观赏我们的影片 God bless you 感谢你观赏我们的频道